嗨,大家好,我是Kong Maisen,大马翻译仔 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当然一听我们知道这句话应该是从 先从英文那边翻译过来的 是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对不对 所以直译就可以移成了 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可是我们要想想 我们一般人,华人或者中国人 平时讲话的时候会不会这样讲呢 只有可能不会这样讲 我们应该怎么说才比较像中文的 我想来想去,我想要这样的一句话 其实是三个字而已,就三个字而已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来,互相讨论一下 是哪三个字呢? 平实力 对了,平实力 你无法平实力来跟我说话 英国人,British English是怎么说的 英国人 我只是模仿一下我不是英国人 大家明白我不是英国人 英国人可能会这样说的 You can't talk to m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尽量模仿,尽量模仿 美语呢 American English 美国人怎么说呢 这句我可能比较顺一些 因为毕竟我看了很多 Hollywood movies 美国人常常会这样说的 You can't talk to m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对不对 你无法从平实力来跟我说话 对不对 这样讲是不是比较像中文啊 比较像中文啊 比较我们普通人 华人啊,中国人啊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说话呢 对不对 所以啊 很多时候啊 那些好像 from啊 on in at of above below 这些全部叫前置词 propositions 是很重要的 OK 很重要的 比如说 give up on me 就是放弃 那个on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的 所以 对于propositions的学习呢 所以各位同学们啊 无论小学生也好 中学生 甚至大学生都好 要留心了 多多留心了 要学习 怎么用 propositions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平实力 OK OK